另外要帶您看到是美國蘋果公司造車大夢南園 因為高層主管是異動非常的頻繁 這一次再度公告了人事令 Apple特殊專案的副總 也就是Kesla前任高級工程副總裁 竟然要轉戰福特 而且統計今年以來 竟然就有四位高層紛紛跳槽了 我們持續要帶您來看到是 中國大陸的樂透 怎麼一回事呢 原本應該9月30號公布開獎的訊息 但卻出現了中獎的消息 提前兩天就公布 因此讓外界掀起了質疑聲浪 對此官方解釋是作業人員物質刊登時間 我們持續要帶您來看到 是英格蘭的政府了 推出了新法 英格蘭18歲以下的青少年 不可以為了美容而進行唇部的填充 或是來施打肉毒感菌 而這也是英格蘭對於醫美產業 設置規範的第一步 我們持續要從英格蘭轉到了日本 日本的真子公主月底就要出嫁了 而隨著她脫離皇室日本皇族的少子化危機 再次地浮上檯面 因為真子公主一走 剩下能夠擔公務的皇族成員 只剩下17個人了 再加上傳男不傳女的天皇繼承制度 也讓人丁越來越擔薄 現在我先讓人來越擔任